看电影找旭哥 祝你买房又买车 大家好 我是神道旭哥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部高分悬疑电影 看完这个电影 我都怀疑啊 我精神有点不正常啊 话说啊 男主名叫孙大海 他是个警察 这天他接到上级的命令 和助手小王到一个岛上调查一起案件 到达之后 保安就说这里是个神经病院 这个是A病房 里面全是男的 这个是B病房 里面全是女的 这个是C病房 里面不男不女的 不是 C病房里面全是危险的人物 要想进去 必须经过他和医生的陪同 不然会有生命的危险 然后保安大哥就领大海参观了一下医院 说他们这里只收最危险的病人 因为有光头医生啊 有着世界最好的疗法 哎妈 这人好像猴子成精了 大海和小王就顺利的见到了光头医生 并向医生询问案发时的情况 光头医生说呀 昨天有个叫舒芬的病人逃走了 他是这里最危险的病人 他亲手杀害了自己三个孩子 然后一个一个淹死在湖里 他刚来的时候不吃不喝 就说自己孩子没有死 还说呀 医院就是他的家 丈夫孩子陪着他 每天生活乐开花 是睁着眼睛在拔瞎 最离奇的是窗户上有炸了 门也有锁 人就蒸发了 我今天这是看销声课就熟了 但是墙上也没有洞啊 大海听完脑话嗡嗡的 光头医生就给他吃了药 于是大海和小王就进入房间开始调查 果然大海发现了一个纸条 上面写着 第四条规定 谁是67号 这当然难不住高智商大海啊 左手6右手7 左脚抬高右脚低 脑血酸是67号 你们这有没有脑血酸呢 哥们我这是精神科 不是心血管科 然后大海就带着一帮保安 出去进行严密的搜查 要不我们上那个山洞找找啊 光脚走的 那石头扎下多疼啊 哎那个塔里能不能有 那个塔太高了 多吓人呐 回去吧 一会天黑了 然后大海就准备回去调查一下工作人员 大海就问 昨天晚上吸灯之前都做了什么 这是一个护士就说啊 小李大夫给他们正讲课呢 小李大夫是他主治医师 大海又问 那书温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举动 护士说 这里的人举动都不正常 正常人谁来这个地方啊 然后大海就找到了眼镜医生 向他要小李医生的档案 但是眼镜医生没给他 大海就急眼了 大海说不干了 回家 大海回到寝室准备睡觉 他死去的媳妇就给他拖了一个梦 他是一个退伍的军人 他曾经杀了很多人 他媳妇还说呀 书分他就在这儿 还有一个人也在这儿 他叫二旦 你不能走 第二天大海准备从病人开始调查 这是一个用玻璃杀人的小伙 大海就用笔刺激他 问他认不认识二旦 结果小伙说不认识 第二个是个善良的大妈 大海问他认不认识二旦 大妈顿了一下 说不认识 咱们不是调查书分吗 你咋问上二旦了呢 大海说是二旦 放火杀了他媳妇 他就在C病房 这医院我研究老长时间了 其实这个医院 是拿病人做活体实验 之前有个大学生在这里待过 后来出院了 他准备揭露事情的真相 回去之后 光头医生告诉大海 找到了书分 大海就问 你昨天在哪 你都干了什么 书分说 我昨天我就正常接孩子放学 给孩子做饭 然后呢 然后我就想起你了 老公 老公你不在的日子里 我多难受啊 没事没事 我一直都在呢 你再个屁你都死了 我亲手埋的你 你谁啊 然后大海被气得脑花萌萌的 睡醒后 大海发现医院停电了 小杨说 那正好咱俩偷摸去C区看看吧 然后大海就来到了C区 大海以为他发现了二旦 结果一看是那个大学生 哎妈你这是大学生啊 上的是老年大学吧 大学生就说呀 完了你出不去了 这都是他们精心给你设计的局啊 我也出不去了 明天他们要在灯塔 撬开我脑袋做实验 于是大海和小王就决定到灯塔调查一下 但是路途太险恶了 小王就撤了 由于大海没走明白就回来了 结果发现小王跳海了 大海就决定徒手攀岩下海 但是下去之后发现啥也没有 大海就到之前那个洞看看 结果发现真正的书分在这个洞里 书分说呀 他原来就是这里的主治医师 后来发现他们在做活体实验 就不干了 结果被认为是精神病 因为精神病说啥都没人信 书分还问大海 最近有没有手嘚瑟做梦 大海说有 完了你是不是吃光头医生的药了 抽他们烟了 完了完了你也快了 第二天醒来 书分趴为发现就赶走了大海 大海说你看没看到我同事小王 跟我一起来的 结果我俩走散了 书分说呀 你没有同事 大海回到医院 光头医生说 书分也找到了 明天送你去码头 大海想想就不对劲 然后就把光头医生的车给炸了 还看见自己的媳妇和一个小孩 大海管不了那么多了 就想看看灯塔里边到底怎么回事 他成功的解决了一个保安 抢了他的枪 疯狂的往上爬 终于到了最后的一个坊间 是光头医生 大海就说 他找到了真正的书分 在山洞里 光头医生说呀 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你这个病又严重了 那我手为啥嘚瑟 因为这两年呢 一直给你用药 这两天才停 这叫戒除反应 两年 不可能 咋的你把药又我加来了 你不用过洗脑 光头医生说呀 你才是二旦呢 你才是这里最危险的病人呢 你这病要治不好啊 我可要给你开炉了 以后你就变成个傻子 忽悠 接着忽悠 我同事呢 你们把他怎么了 光头医生说呀 这是你的主治医生 小李 这些年一直照顾你啊 我们用全球最先进的角色扮演法 全岛的人都配合你表演呢 而你却视而不见呢 大海听不下去了 抢过枪 结果枪是玩具 这是小李医生说 我们说的都是事实啊 你媳妇疯了 然后你就天天喝酒 是他放的火 大海又崩溃了 这时光头医生 拿出他三个死去孩子的照片 大海他安静了下来 Simon Henr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海醒过来后啊 承认了自己杀害了妻子 也承认了自己编造的故事 这天大海看到了小李医生 小王啊 咱俩得离开这里啊 赶紧回大陆啊 他们没有我聪明啊 于是大海就被带走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 有病得抓紧治长 不能挺着啊 要不你手该得子了 如果喜欢这个电影的朋友 欢迎关注点赞评论 我是神刀旭哥 我们下期再见